近日 廣東省江門市喬山總會副金市長 江門武藝海外聯誼會副理事長施堅寧 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無限 已經成為華僑華人回鄉創業就業 實現人生價值的大舞台 施堅寧現為廣東一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十年前 他從日本回到江門 開啟了創二代的人生新旅程 第一個的話就是父親就是年紀也大 所以也希望我回來接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中國經濟的一個高速發展 包括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百年不遇的機遇 我也想回來想看一下自己究竟有沒有這個實力 有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跟著上這個時代共同去發展 地處粵港澳大灣區西部的江門市 近年來持續推出扶持政策 打造先進製造業集群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 2013年底 乘著中國鼓勵創新創業的政策東風 世間寧開始組建研發團隊 發展新片載版產業 那這幾年的話就是中央也有文件就發展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個半導體產業 特別是近在這個廣州的中心製成這一塊的話有灣區半導體產業園 專門產業園 然後晶圓呢 各種各樣的配合都不斷在網上 所以我對這個灣區的這個半導體這個產業來說都會非常有信心 走進世間寧的新材料科技公司生產車間 生產設備高速有效運轉 不斷生產出IC封裝載版板材 4G 5G附銅板 方輪複合材料等產品 記者還看到 該公司最新引進的生產線目前正在調試中 我們會從今年開始會進入到一個 三年一個短期的一個 三年備成計劃就是小高速 然後呢我們會擴建這個產能 擴建這個產能 然後會佔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在這個中高端的領域的話我們會重大的投入 因為我們的研發投入的話大概現在來說大概是9%左右 我們會增加到15% 15%左右加大這個人員啊研發的投入 然後爭取爭取未來10年的話 會跟得上第一梯隊的高端的一個 一個產品的一個技術的一個需求 石堅寧表示 在世界各大灣區中 粤港澳大灣區更有發展前景 吸引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回鄉創業就業 這既能實現個人的自身發展 也能回饋商子造福相親 更多的人會回來 帶著他各種各樣的資源會回來 以前的話就是對家鄉的一些貢獻的話 可能就捐款 我覺得捐款的話是表面上面就是一次性的 你沒辦法就是更加的去做出更大的貢獻 讓自力更新 或者是更多的創造一些更多的經濟效益 只要你回來 你帶著人脈也好 帶著金錢也好 帶著技術也好 對吧 都是對當地的 比捐款的都要好